我小时候其实经常受欺负 有一次五六个男生把我摁在墙角 但是没有动手 因为我跟他们说 你们想好我这个情况 一旦动手 你们要养我一辈子 我小时候只会挨我爸揍 因为只有他会养我 真的就是我爸揍我 我就在村子里跑 我特别调皮 我说你如果追得上我 我就叫你爸爸 但是如果我爷爷在情况就不一样 他是我的靠商 我会躲在他旁边 很嚣张地跟我爸说 叫爸爸 我爸在家跟我交流其实很少 后来上大学第一次离开家 我爸开始会天天给我发微信 你知道曾经好严肃的人 突然间对你撒娇示弱的感觉吗 太变态了 他说儿子啥时候回来呢 想你啦 我说干嘛又想揍我呀 然后数掉回去 看到我爸在捣鼓朋友圈 我就教他怎么样发布点赞评论 然后他也很耐心地停软 我有一种终于轮到我教你的优越感 结果他说这些我都会啊 我还知道朋友圈屏蔽 你没发现你看不到我的吗 我爸连续越大身体就越不好 走路也开始慢悠悠的 他还跟我说 他说你看我越老越像你了 我说怎么自嘲就自嘲 还带着一些调侃 我也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不信 你来追我 你追不到我 你就叫我爸爸 然后后来我就想带着他去体检 然后他说啥都不去 我就撒了个谎 我说我找了个对象 他们家结婚要检查身体 我爸说你结婚为啥要检查我身体 后来呢他就突发心梗去世 我到讲这个大家明显会觉得很沉重 但是不要这样 因为每个人都是会死的 我们上次几个演员在聊死亡 然后我问李丹 我说你打算怎么死 李丹说我想醉生梦死 感觉也快了 如果此刻你感觉太悲伤 说明你上了年纪 我的小孩子面对死亡才是最热观的 我爸仗以那几天 我表姐带着他儿子 我三岁的外甥来家里 我表姐跟他说 你救老爷去了很远的地方 他说你胡说 他不就躺在那里吗 而且上椅子那跟婚礼一样热闹 就是有一天晚上所有人都在守夜 然后我外甥说 人这么急我可不可以吃火锅 我表姐说 闭嘴你救老爷还躺在那里啊 他说你早上不是说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了吗 小孩子就是这么童言如鸡 他还会对着点燃的蜡烛说 祝老爷我想吃火锅 我爸就是这种只会做不会说的人 他会把钱借给亲戚朋友 然后不跟家里说 我后来在整理我爸东西的时候 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纸 密密麻麻很感动 我觉得他比任何东西都要贵重 因为最下面一行写着 这些人还没还钱 大家肯定以为我今天讲这段是为了卖产博童心 其实不是 我只想提醒那些亲戚朋友们快还钱啊 谢谢各位